今天最高法院裁决一名致力残障犯人免于死刑 这是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克萨斯州上诉法院的裁决而做出的决定 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前方的记者鲍容 让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鲍容 卡拉你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最高法院 那么今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最高法院是驳回了德克萨斯州上诉刑事法院宣布的裁决 该裁决是说这名有一名身患这个致力残障的犯人 是不因为不符合这个医学标准 所以呢不应该被免于死刑 那么这一位现年57岁的鲍比摩尔呢 他是在被判在1980年的时候 是闯入了一家休斯顿的这个杂货店 并且向一名店员开枪导致其死亡 那么当时在出 那么摩尔的这个律师们 他们是变称说 摩尔因为不符合 他是患有致力残障 所以呢他不应该被处以死刑 那么出审法院呢 当时也是赞同这个说法 不过呢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上诉法庭 确实认为不应该使用这一个现代 现行的这么一个医学标准 而应该使用呢 在德克萨斯州已经使用了24年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呢 摩尔其实是不能 只能说有轻微的致力缺陷 不能说有致力残障 那么所谓的这个现行的标准呢 也就是最高法院在2002年时在阿特金斯案之中 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决 认为说如果说把致力残障犯人处以死刑的话 是违反了宪法的第八修正案 当时呢最高法院也是给了地方的法院一个比较笼统的标准 首先是说这个犯人的致力 如果说是低于至少如果是低于70的话 就可以被认定为是致力残障者 那么第二呢要看犯人是否能有与其他人沟通 并且照顾自我的能力 第三点呢就是说看以上这两个标准 是不是发生在这个犯人18周岁之前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 那个最高法院也是以5比3的票数 驳回了这么一个德克萨斯州上诉法院的这么一个判决 那么今天的金斯堡大法官也是在判决 在这个判决书中说 他是表示说那么德克萨斯州并不能给出一个买意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他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 是使用了这一个现代的一个医学标准 但是呢在关乎性命 在这个性命攸关的一个案件上面的时候呢 他却用其他的标准来取代了这一个医学标准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今年2月份最高法院也是判处 同样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囚犯 是说他要应该免于死刑 因为他认为这个审判之中涉嫌到了种族歧视的因素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其实在现代的美国 这个死刑的这个处决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那么在去年的总共 一共是美国的 一共只有5个州是处决了20名犯人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民调之中呢 也是显示民意是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这个死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克萨斯州似乎是一个例外 那么在过去美国恢复了死刑 这么40年以来呢 德克萨斯州是一共处决了542名犯人 那么仅仅在今年这么2017年三个月以来 德克萨斯州就已经是处决了四名犯人 可以说比所有其他州加起来都多 卡拉 好的 感谢包容在美国司法部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